突破置身的障碍 带您来欣赏不一样的剧场演出 原本只是每一季一次的说故事时间 因为创作剧的老师有趣、生动、戏剧感十足的方式 让原本只是被动引导的障碍者 每到说故事的时间就主动走进教室 等着活动开始 这一出戏啊就是什么都不怕 我们是在年初 不对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先开始来征选演员 那征选演员的话 我们在从中挑选有七位的我们的服务对象 那其实我们今年已经从事第三年了 那在第一年的时候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没有相关的经验 所以我只能说用带小朋友的经验来带他们 所以刚开始我们选的剧本就是很重复性的 就是三只小猪的这样的概念重复性 那再来第二年呢 我发现居然还有服务对象可以 因为剧本教保员的支持之下他们可以读武这件事情 我非常的惊艳 接着在第三年我在想 当然我们在服务对象的口语比较困难去表达 那表情也比较困难一点点 那体力上可能也困难一点点 有点受限 那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样再来创新第三年的剧本 所以我就想了之后 我就用游戏的方式 那所以等一下你看到的演出 有很多都是我们平常上课游戏的片段 对于外界刺激反应不是很大的障碍者 却能跟着老师说话的阴阳论错 音乐的节拍点 摇摆着身体 自在地享受 社工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学习机会 所以对内甄选演员 让他们一起来学演戏 十方新闻归文 徐建一高雄采访报道 对内甄选演员